刚刚是客家文化协会特别开设肥皂制作班 客家文化学会为期一个月的创造班课程 先引民众前来学习 肖玉玲老师提到 制作肥皂是一种化学反应 所用到的化工品多为强碱性 若不慎碰触到皮肤会将产生不适感 故建议民众在他制作肥皂前 可以先来创造班上课 了解各个化工品 之后制作也能更加得心应手 那今天我们做的是黄金的金箔罩 金箔罩的话 因为今年的前半年 还蛮流行金箔这一个东西 那香皂要呈现它完全透明的话 其实之前很少有人去做它 那这一次我们会把金箔加在香皂里面 是主要让你看得到那个香皂的透明感 那今天这一块皂它的成皂呢 是弱酸性的 那这也是比较平常不常见的香皂做法 课堂上老师细心指导学员如何操作 而这次所做的金箔罩 别于以往的氢氧化钠 采用椰油锡骨胺酸作为基底 与饼热醇 甘油混合加热 再将三乙醇胺和水作为碱水 两者再做中和 之后加入香氛 金箔 倒入模具内即可完工 十方新闻洋芋带 简队林高雄三方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可观看 您可以让我感到 这家中和水冻当掌楼的 今天可以让你分开 我一切都是 我一切都是 我一切都准备 感谢观看